欢迎收看《日日有楼看》 我是吴彩盈 由年初到现在 美国联储局三度加息 本地银行至今仍未有跟随 不过本地拆息上升 已经令到公楼支出增加 对于楼市造成的影响将会陆续浮现 业界又如何解读这个情况 美国联储局大幅加息四分三来 本地银行暂时未有跟随 有发展商认为 即使本港报入加息周期 但预计加息的幅度不会跟随美国 另外即将有新盘开售的行地 也认为即使本港往后加息 相信亦属于楼市可以承受的范围 我看香港加息的机会是有的 但我看它不会跟随美国 如果通关之后 其实我们的rebound GDP是很厉害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跟美国加息 我假设如果是在2023年第一季 美国的职口见顶 或者要加两厘多 两厘多一点 我们香港可能加一厘 或者一厘松一点 我觉得这个加幅率是绝对 我们的市场 尤其地产市场是承受得起的 但有物业顾问就认为 如果香港息口进入加息周期 将会无可避免对楼市带来冲击 或者说如果你买来投资的话 其实如果你的投资汇报的息不够高的话 那其实倒不如放置入银行 这个影响是相对会有的 曾焕平表示 加息对采用高乘数楼案的买家影响最大 甚至会有成为负资产的风险 无论林郑听口的某帮您好 其实现在说的 她的最低门口是一成定 可以借到九成 如果只要回一成的话 其实你已经跌入这个负资产的边缘 其实就一定会危险 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说你那个供款 你借九成的供款 如果加息五十点子 或者甚至加一厘 会绕工多了钱 这个也是有影响的 曾焕平又说 下半年本港楼市将会受压 尤其是二手市场 预期整体楼价有机会下跌半成 供楼息率上升 直接影响买家入市的意欲 部分态度转趣灌亡 不至于去货心态比较大的业主 就会选择扩大以价幅度 在新价都录得减价的个案 美国联储局连番加息 有心急求售的业主 希望透过加大以价空间速成交易 在东中影湾园 就有业主以大运银行股价沽出单位 幕远16座高层B室 实用748尺 三房间隔 享有海景 原业主上个星期放盘 最初叫价一千万 但市隔一个星期之后 就以低银行股价大约百分之八 即是950万沽出单位 折合赤价大约12700元 不过以原业主 2014年595万的买入价计算 转手账面仍然获利355万 单位在八年之间升值大约六成 同样在新界 元朗有业主在多次减价之后 最终获买家承接 上月三座中层A室 实用面积410多尺 两房开职 业主最初叫价608万 累积减价大约百分之六 最终获买家以573万承接 至合赤价大约13840元 据了解 原业主在2017年 以大约478万买入单位 减价之后转手仍然获利95万 单位升值近两成 分析指 虽然市场早已经预料加息 不过随着二手市放近月变得淡静 部分业主仍然会扩大议价空间 而准买家的态度都相对观望 其实在五月尾开始试试减 最多成交量就是四月 五月我们的成交量二手 少了百分之四十 去到六月就更加减 全部都因为预计会加息 已经新闻讲了整个月前 已经开始讲了 今次真的加了 其实在六月头 很多业主有剩下一个几月 都愿意价钱起码就没有反价 谈划空间都多了 但是黑少了 黑少了你始终促成的成交都是少的 准买家的借口不出来抵扭住了 迟买可能会便宜一些 这个体度会多了很多 但是有些光线需求的一手盘 他又说二手市况是否回暖 要视乎新一届政府 会不会有稳定楼市的政策出台 发展商为了促销旗下的楼盘 会提供市场俗称呼吸plan的楼案计划 免除买家压力测试 以及提供高乘数楼案 吸引一些首期资金不够的买家入市 不过对于买家来说 又会面对着什么风险 听听学济怎么分析 市场最近出现不少住宅涉样个案 是使用所谓呼吸plan 按揭计划供楼的物业 部分更亏损二千万计 所谓呼吸plan 是发展商提供包案的笼统说法 应用只要有呼吸的人 都可以成功申请按揭 一般供款是先甜后苦 头几年供款利息比较低 之后才回复正常或较高式的水平 有按揭中介划 这种由发展商提供的按揭计划 大约2017年开始流行 很多自顾人士或过不了压力测试 或入息的文件不太齐备 种种原因令他们上银行做案 结有困难 对这些呼吸plan都觉得很吸引 不过他提醒 这种付款方式有一定风险 例如发展商会保留更改贷款额 和出让贷款等权利 他鼓励买家入市之前 要研究发展商本身的实力和信誉 有学者认为 使用这些呼吸plan之前 需要认真评估低息期结束之后 负担高利息的能力 开始发展商想快点买率 就说头几年和银行一样 可能是很便宜的 可能是H加的 但三年之后 它就会变成正常利率 可能是P加2.5 P加2.5等于按揭利率 它就会有七厘、几百厘 他认为呼吸plan 是帮助买家争取时间 使用其他融资方式 买家要评估收入的稳定性 以免得不常失 无线电视张庭瑜报导 现在先休息一会 回来规划蓝图 会讲下荔枝角 一幅前申系烧烤墙的用地 申请重建大型住宅 获批机会有多大呢 回来节目时间 荔枝角一个蓝筹屋苑附近 一幅前身是烧烤墙的用地 申请重建6000伙大型住宅 不见到区内已经住了不少人了 生活配套应该怎样配合呢 听下刹梁斯的分析 美肤新村发展超过半个世纪 由60年代的沿海规划 变成今天的蓝筹屋苑 单位总数多达13100伙 是全港第二大的私人住宅 其中在兰秀道的十座大厦 属于屋苑八旗之中的第五旗 楼宁相对比较新 位置就靠近山边 虽然不可以望正海景 但轮近泳池和图书馆 楼下餐厅食事也比较多 生活配套一应区备 参观这里的高层三房单位 大门就设有玄关 地台铺了大格地砖 楼边原积有一个粒位 是用来放冰箱 买菜之后入屋 就可以立即放下重物 在厨房的空间也十分充裕 是今时今日的新盘小见 近天花做了储物柜 下面也有长型的工作台面 添置多一些的主食用品都不用怕 走到客厅 因为窗有接近七尺那么阔 就算在天阴阴的日子 阳光不够 单位内拢都还不断光明 正方形厅的面积就有接近180尺 又代理就形容 这款开载在屋苑来说 都算是试正实用 这间隔是全美肤新村 比较活跃的楼款 这间隔是七八十三尺 亦属于单边位置 所以很多客户都会比较有兴趣 同类型单位 同座还有一组 D单位都会是这一类型的单位 但间隔上有少许分别 这间隔C单位属于三间房间 都是军称的 但另外一些单位 反而投房方面会比较小 单位希望受欢迎 除了开职布局上 对不同空间的划分要合理 很多人最重视的 就是厅和房间的景观 这一点往往也决定了单位 可否成为同一座大厦中的优质 这个单位属于近单边向山的位置 其实本身在露台位置 看出去的景观是开扬的 同类型 其实全美副新村八个旗数里面 同尺寸的类别单位 很多都是看楼 会比较没那么开扬 还有景观会是阻止了 在第五期 可能单边位置的选择会相对多些 也会受到一批买家 喜欢一些开阳景观 甚至是一些 没有受束缚的客人 就喜欢多些 作为蓝筹屋苑 流通量一向都比较多 美副新村在四月份 单月就录得接近五十宗买卖 在十大屋苑里排名第二活跃 不过踏入五月 成交量又倒退了四成多 与业主心态转变有关 三月有一个Omicron的情况之下 有些客户却步了 四月份市场成交相对提升了很多 甚至乎比起三月份 多出50%的情况成交 但是看回四月份结束之后 五月我又看到成交相对回落一点 很多二手的楼盘 可能便宜的楼盘也消化了 所以引伸出来 货源上可能紧张了 有些买家就会再看定点 再去入市 一般来说大概三至五个百分 亦都差点的单位 例如顶楼或一楼的物业 可能价钱就会比较软化 比屋远平均叫价高 原因除了景观比较好 亦都因为属于交鸡交易 可以即买即住的锁匙盘 美股交鸡楼盘 放盘量大概赔回五百个盘口 但当然货量不是十分之多 因为美股都有13000个单位 最近的成交价有点回软 拉扯业主放盘的价钱 货位13700的呎价 如果计算这类型的单位 因为一向都是属于换楼客群 比较居多 因为属于三房 亦都可以自由改动 间隔变了套房 所以一般都是比较上追讽 如果计算这类型的单位 叫价平均至14000呎叫价 由难受到这个单位 望出去的山边 距离不太远 走大约五分钟路程 便可以来到九华径 这里有不少石屋和寮屋 但之所以为人熟悉 是因为曾经有大营销敲场 经营了长达18年 单日可以吸引到上千个顾客 生意额接应15万 不过在去年年底 就因为违反了限聚令 被揭发是无牌经营 经过巡查和罚款之后 最终都是被勒令停业 但事件中最奇怪的是 原来附近一带地皮的持有者 并不是萧烤厂公司 而是属于发展商远东酒店 很难想象为何发展商的地皮 都会被非法霸占这么久的时间 原生很大的片区 都是以往的丽远 和宋城的一些游乐设施 和一些附属设施 当年其实有部份的地方 已经重新发展了 可能剩下的地 因为涉及了不同的规划 和不同的拥有权 包括当时 有部份还属于原居民的祖堂地 亦都有私人的发展商 和原居民去救入的土地 当中也涉及到部份是官地 发展商觉得 未能够即时可以发展 而导致了有个原因 有个机会被当时 可能萧烤厂或其他人 就占用了一个较长的时间 翻查香港法例第347章 相关的时效条例 提到如果私人土地 连续12年被非法霸占 占用者就可以向法庭申请逆权侵占 一下子租客变业主 但在九华径的情况中 虽然萧烤厂霸占了土地长达18年 但仍然不可以奪走发展商的业权 这个时效条例的原意 就是希望受财产侵占的人 可以在一个有效的时间里 提早向法院提出诉讼 若然超越了这个时间 都没有提出诉讼 希望在善用土地的情况下 令到逆权侵占的人 可以有效地利用和管有的土地 所以时效性是很重要 但若然是官地 你就需要连续持有这个土地 超过60年才可以申请逆权管有 逆权侵占民要表现到 他是有意图去管有这个土地 包括排除了原有业主去进入这个土地 例如你做一些围栏 若然你是说我长期都找过业主去交租 我定期有空都会交租 那这一脚力就可能去到法院的判决的时候 就会认为你没有一个敌意管有的意向 而导致不能够达至这个逆权侵占 发展商都不是一开始就放软手脚 早在96年就已经就着这幅地 向城规会申请起2520伙的私人住宅 更加获得开绿灯批准 不过最终并没有成事 可能是受到97年时候 席卷全亚洲的金融风暴影响 摧毁了发展商的起楼大计 附近较为大型的私人屋苑 例如迎辉台的历史都是大概20年间 当然也有些零星是小型的屋苑 例如乐园是早一点的 或是中山台 但其实你看到大型的发展 都是较为后期才出现 其实就刚刚开始就有这个金融风暴 其实由97打后 去到03的光景都不是真理想 可能这件事都阻碍了当时发展商 去启动这个发展 再加上其实这一边 虽然比较近美孚站 但当时要等西铁站开通了之后 其实才叫做和其他地区更加多的往来 发展商未必在这里作为第一个首选 去开发这个土地去售卖 经过烧烤厂的斗云 扰扬了这么多年 旧有的规划许可一早已经失效 发展商兜兜转转 始终都是决定卷土重来 最近再次递交大型住宅方案 因为地皮或作综合住宅区 占地52万尺中 发展商持有接近四成业权 申请起14座最高35层的住宅 提供超过6000伙 规模接近半个美孚新村 预计分四期发展 其中在地盘正中央的1A和1B期 接近3000伙 是远东酒店持有的部分 另外两期地盘分别在西南面 靠近九华径新村 还有东北面靠近中山台 业权主要由政府持有 张翘楚估计日后有机会用来建居屋 因为本身地块整体规划 做综合发展区 所以即使发展商拥有 只是土地的一部分 但他都要为整个区 作为一个定性 以及预计的发展规划模式 去提供给政府参考 而那6000伙里面 虽然有差不多参考3000伙 是私人发展的一个住宅项目 那其实正方来 是不是一定要做私楼呢 甚至政府会否发展 例如是资座房屋呢 其实都有可能的 因为你看到本身的区 附近都有不少的资座房屋 已经落成了 美孚现在除了是西铁站 亦都是荃湾线其中有主要的站 再加上这个屯马线 已经全线开通了 沙中线开通了 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个基建配套 是有利这个区去继续扩展的 有代理就说 附近已经很久没有私楼供应 随着美孚新村的楼宁增长 一班业主也累积着庞大的换楼需求 因为已经很久没有试过 有一个大型楼盘在我们附近即将会兴建 距离我们之前 可能2006年 已经是马顿山属于我们区内的新楼盘 其实是比较上振分的 因为本身有些美孚住下了 始终美孚的楼宁都开始是旧些 他们会希望可能同区都换回一些新型的楼盘 到底会有些什么间隔 什么跡呢 但当然现在暂时来说 就未知之数 但他们都比较期待 地皮现有的石屋和寮屋 部分涉及潜建 另外因为杂草重生 蚊患也挺严重 居住环境就不算理想 但张乔楚就说 看好将来重建之后 这里的新盘尺价 不会差得过其他市区 如果你看周边的成交价 即使二型辉台 都差不多20年流龄 叫价格都到18000元 19000元 一平方尺的水平 我相信如果作为一个新盘 在这里 对比现在即使连元朗站 都到接近2万元 所以如果开新盘 我相信有机会超越2万一尺 例如2万2至2万5元 这些水平 他看好这里的另一个原因 是因为靠近山边 地势比较高 估计日后30楼以上的高层单位 都有机会望到昂船洲方向的海景